好,我們現在講配電,我們設備Z軸後面有一個這樣的鐵盒子 這樣的鐵盒子,那他用六角螺絲固定的把它拆下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是這樣的一個裝置 那你們可以去找我的主軸的線上面應該會跟這一根接頭接著 那把它拆開之後,可以慢慢的把我的原本的4033ACM的主軸控制線拉出來 那拉出來以後呢,我們把新的主軸換上去 他會有附一條這樣的線 附一條這樣的線之後,我們就把它穿過鏈條 穿到後面去,然後去跟我的線去做結合 好,然後結合完之後 再把線整理好,把鐵盒蓋回去 那要小心就是 幫我拍這邊 側面這邊 我這個地方的線 他會收的比較緊 所以在放回去的時候,小心不要壓到 好